中国对战争进退失据 这家伙这时间凑得也有点太过分 太紧了 而台湾媒体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是台湾媒体 台湾媒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捧江泽民打习近平 为什么呀 邪了门了这可真是邪了门了 我一直跟大家说全反了 有朋友就理解不了全反了 最终这件事 整个大局会落在中南海 但是江泽民曾庆红是魔鬼 魔鬼统治着世界 是真正他们是真正代表的 习近平是个人 给人们留下的文化是 三只妖精是妖 把人给迷惑了 这是当初风神演义 女娲给人留下的文化 那只狐狸出来了 对吧 那只狐狸是哪天出来的 五号 三月五号出来的 今天是十五号 今天十五号 这篇文章是昨天出来的 那就对了 九天呗 狐狸回大陆了 出事了 很奇怪的 他说已故中共外交官 吴建民写过一篇文章 911之后 江泽民当机立断表态 那然后他说 在对有关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中国明显的应对失据 吴建民的文章 近来受到热议 911 江泽民当机立断 让中美关系 波云见日 步入坦途 这不就是攻击习近平 这是明确的攻击习近平 也就是说习近平还没打台湾 还怎么想要打台湾呢 你不如先把江泽民给办了 这是挑战的 那我刚才提到说 这是在国内的论坛上出来的可能 他说被爱国人民视为甜美 吴建民这篇文章 曾数度流传 9号被收藏在 一个时代的记录的 微信公号里头 加以注解后 乌克兰危机让人想起了 911的关键时刻 江泽民当机立断 为中国赢得十年的机遇 为题发表 3月9号 有人公开挑战习近平 这是非常明确的 3月9号 这是公开挑战的 那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看到的 首先911跟这场战争 这是两回事 完全是两回事 那用这样的一个说法 来赞美 赞美这个 你没有提习近平 赞美江泽民和赞美中美之间的关系 那习近平今天跟美国人搞的局势太僵了 完全对立了 对不对 那你整个文章的标题 就是注解的那个人的文章的标题 不就是明确是反习势力吗 如果他形成了这么大的 就是影响力的话 那不是他一个人干的 不是他一个人 注解不忘复合官方立场 强调对乌克兰战争保持理性务实 中国人的外交官务实 但也呼应了吴建民的观点 面对重大国际事件 要保持务实 关键时刻 要表现出智慧的外交决断 那蕴含着借骨讽金的刺猬 是啊 那没错 所以这真的是打击习近平 这是太明确了 在打击习近平 他不如江泽民 打击讽刺习近平 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搞僵 更讽刺习近平在有关 俄罗斯跟乌克兰战争当中 不知道将如何应对 但真正树立的是江泽民 因为他没有死 所以代表着江泽民势力真正出手 要对习近平如何 我个人愿意这么看 这是很实质的出手 因为没有这么去对比他 911后反恐中得到契机 改善原本紧张的关系 创立了关键的十年 提高国力 有力挑战 有能力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新型大国 所以他意思就是 江泽民聪明啊 习近平笨蛋 对不对 你现在是俄罗斯去攻打乌克兰 那乌克兰就成为了一个 被全世界保护的人 那你习近平为什么不借助这个环境 重新回到世界的主流社会当中 出卖了出卖俄罗斯成为今天的 重新回到怀抱进行大发展呢 其实他的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 他就没有那个意思 就他没有想到说习近平自己要做主的 对吧 习近平做主的去挑战西方社会 而不是依附于西方社会 跟当时的江泽民的依附的概念是不同的 那当时江泽民依附的概念 然后成功了 中共强大了 这是一个一个表示的概念是不同的 背景是不同的 但是拿出这篇文章的人 就明显是攻击了 吴建民在文章里提到 912事件快速反应 中共当局面临几个选择 静观不表态 静观各方反应 动向再表态 最快的速度谴责恐怖主义 而中共当局采取了第三个方式 距离发生事情只有五个小时 所以占到了先机 习近平跟普京之间 在普京进攻乌克兰之间是有deal的 人家是有联系的 所以发表这篇文章的人 不是吴建民的 就是再发表吴建民的这个人 明明知道 习近平跟普京有关系 大家有沟通 才出现这种场面 那你为什么要故意这么去打击习近平呢 这是故意 所以我强调这是 国内骤然掀起波澜 在整合势力攻击习近平 当时事发当晚 江泽民看电视 全过程召集常委开会 江泽民随即在12号凌晨 给布什 致电布什 表示谴责该事件 对美国政府人民深表慰问 文章提到 2001年 小布什就任时 曾经批评过克林顿 对中政策太软 确立战略对手 上任后采取强硬守法 蒙盛阴影 同年4月1号 出现撞击事件 那程度不确定 双方的过程 他就讲述了当时 江泽民小布什上台的背景 小布什是共和党人 不是民主党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当时的撞击事件 他直接造成是 美中之间的冲突 这是没错 那当时的江泽民同样 也想收复台湾 其实他们所有上任的人 都有这个愿望 就是只有收复台湾 才能留下中盟一笔 所以跟现在的故事 是不可比的 我觉得完全是不可比的 因为在当时的江泽民 当时的中共国 没有实力去抗争今天的美国 今天的中共国 是有实力抗争今天的美国 对比实力 江泽民拿下来的十年 是中共提升自己的国力量 跟美国抗亨的十年 当时江泽民只能低头 今天习近平不想低头 所以这是不可比的 就是讲说 这样的说法 以用这种说法 只是说辞 打击习近平才是真正的 那是落实处 表象是表象 这不是实处 快速反应 让美国认识到 中国不是美国敌人 恐怖主义才是关键 然后事前 美国把对中政策 放在主要上 事后把合作放在主要上 他曾当面请教江泽民 为什么911之后 干这种事情 江泽民说 中美人民是友好的 911那么多人 遇难了 我们表示同情 人心都是肉长的 你看 写这篇文章的人 写这篇文章的人 完全谴责今天 习近平的木讷 没有人情世故 没有任何人情味 完全是攻击习近平 所以这是 也就是说 战争在走向 和解的过程 真正的 国内的大幕拉开 这是大幕拉开 这个大幕的拉开的原因 是那只狐狸回到中国去了 回到中国了 与其说 拉开他们彼此之间的 争持的大幕 你不如说 拉开了天灭中共的大幕 我个人觉得 这事情发生会很快的 今天是3月15号 那他发生的事情是 紧锣密鼓的 一般人反应不出来 我个人觉得反应不出来 不好反应 真的不好反应 感谢朋友们的致散 感谢朋友们的致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